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感謝你所聽在中天頻道 加入我們大新聞大報掛 這個小時有單獨的子頻包廂 要請大家幫我開進子頻包廂 把流量衝起來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張戒凡 剛在聊天室很多人很擔心 是不是換主持人了 沒有沒有 大家不要怕 千惠哥哥今天有事請假 戒凡只是來代班而已 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感謝大家 那今天在大新聞大報掛 這兩個小時我們會討論很多話題 包括國民黨現在中央 這個選舉策略匯報出來了 但是人選充滿了爭議 是不是連侯友宜都忍不住了呢 今天我們的來賓 會在現場好好跟大家討論一下 還有就是這個高金素媒的疑美論 竟然讓陳建仁氣撲撲 那個當時這個王洪威質詢 他高端他都沒這麼生氣 到底是在氣什麼 民進黨到底是在怕高金什麼呢 另外就是桃園的豆腐加工程這麼多 行政院的副院長鄭文燦 怎麼好意思還發10點聲明呢 等一下來看看他的10點聲明 多好笑 還有就是洪都拉斯現在說要跟台灣斷交 那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你們覺得這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呢 最後呢就是二膽的這個兵 他現在確定在大陸 他說他不想回台灣 那在國民黨立委陳玉珍的協調之下 要帶他的爸爸去探望他 所以我們的陸委會 我們的海基會 我們的國安單位 到底在做什麼呢 好那首先我們先來介紹 今天參加的來賓 那第一位是我們的國民黨市議員 洪漢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哈哈哈哈 好 再來是前立委郭政良 亮哥 大家平安 好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這個資深媒體人 陳鳳馨 鳳馨姐 大家好 嗯 今天這個鳳馨姐 據說要佔半個小時的這個版面 哈哈哈哈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今天一進來 他也很生氣 他聽到這個國民黨選策會的名單之後呢 他都已經快要這個氣到就是怎麼樣 快要跟朱立倫絕交了 偷偷爆料 好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國民黨昨天的中常會通過了 中央選戰策略匯報 就是有一個小組 接下來要來協調這個立委的選戰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看到這個名單之後呢 當然現在已經有很多人表達不滿了 好 我們先來再帶大家看一下 包括這個 黨的秘書長黃建廷是召集人 不意外了 因為他是秘書長 另外的成員包括現在的立委 副坤奇 台北縣的前縣長周錫偉 新竹縣的前縣長邱敬淳 苗栗縣的前縣長劉正宏 高雄市的前議長莊啟旺 前行政院的副秘書長黃敏公 台南市的前議長李全教 國民黨的立法院黨團總召曾明中 還有前立委黃昭順 那其實呢 國民黨當內 國民黨內有很多這個新生代 像是這個 巧欣也好啦 還有鍾佩軍也好啦 都覺得很失落 因為看到這個名單呢 說這個平均年齡啊 大概已經68歲以上了 那這樣子怎麼讓黨來新陳代謝 怎麼樣黨能夠這個 所謂的世代交替 像鍾佩軍他就講了 他說懇請主席啊 本黨不能夠再失落 整個世代了 他說我自知人為嚴親 但若有話不說 就愧對革新黨務直至與承諾 從北京說 黨中央真的要讓 眾位借鄰退休的前輩大佬們 決定國民黨的下一代嗎 甚至是 次兩個世代的未來嗎 更遑論從國民黨以外的視角 年輕人這些非藍選民 又如何來看待這個 國民黨呢 許曉鑫說昨天都哭了 他看到名單之後 他說心已經量了一半 這個決定已經代表了 國民黨的價值了 他展現了對年輕人的態度 是怎麼樣 好像不是很友善 甚至他也說像當中 這位這個 現在的立委 曾明宗的部分 就是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總是要曾明宗 他說曾明宗其實就是 非常支持沸紅太啊 非常支持賴世保啊 所以這樣子會被協調的人是誰呢 他自己心裡已經有數了 所以他還講出了這句話 他說 爸爸不是蔣孝顏 在這個黨裡面沒有背景 沒有人承搖 怎麼努力都沒有用 好心酸喔 那他當然講的就是蔣萬安嘛 蔣萬安當時就是很多人幫他抬轎嘛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的是 其實不只是年輕的世代 佩軍好巧思音 非常的覺得不滿意 好新北市議長 蔣更煌 他也不同意喔 蔣更煌 其實他就說 他當場 昨天在中常會要當場就發言 對於就是 這個 傅崑奇列入成員 他就嗆了 朱立倫說 不行 這個他不能接受 好那看看這些 明嘴門的說法囉 像是波及就說了 恭喜賴清德 國民黨再沒有立場 質疑台南的黑金了 然後又要恭喜柯文哲 競選口號 新增一個叫做 會選不分藍綠 因為之前柯P說這個叫做 垃圾不分藍綠 現在呢叫做會選不分藍綠 加了兩句 不演了新聞台的朱凱翔 國民黨把李全教 找進選對會 是要借重他 會選的經驗嗎 哈哈哈哈 前方圍攻邱莉莉 後方迎來的是李全教 國民黨啊 這個扶不起的死樣子 真的如果輸了也不冤 甚至朱凱翔還 人家李全教 讓賴清德 200多天進不去議會 哦對呀 李全教至少還有擋住 山海關是這個意思嗎 啊哈 朱凱翔就說了 朱立倫不甩蔣跟黃 就是不甩侯友宜 終於國民黨還是炸裂了 恭喜賴總統 難道是大家現在覺得 國民黨自己內部炸裂之後 賴清德大概就會選上了嗎 那針對這一點呢 朱立倫還說這個 有選策會來檢討反省 希望不能夠造成困擾 他說這個選策會裡面 之所以要找這些資深的議長 明代啊 前線議長啊 呃 是要來找年輕選將的 他要找這些老的 然後來找年輕選將 說不會受到影響 但是還是要反省 怎麼樣做得更好 要對立委的候選人是加分 而不是造成困擾 那好 鳳欣姐來了 你的這個重頭戲來了 你覺得 這樣看起來包括這份名單 包括朱立倫的回答說 呃他們這個名 這份名單是為了要讓 立委的選舉更好 而不是要讓這個立委的候選人 造成困擾 你覺得會沒有困擾嗎 我現在看起來困擾很大耶 我其實這幾天我知道 在台灣都不斷在討論說 美國到底有沒有毀台小 毀台計畫 我覺得這件事情 當然現在都不能確定 我們也很難說 他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或者他的行為 是不是實際上在毀台 但我真的懷疑朱立倫手上 有一個毀國民黨計畫 我真心的覺得 我講這麼重的話是 今天我覺得這份名單 對我來說年紀不是問題 因為年紀這件事情 其實是他固然是一個客觀的數字 但年紀他確實在不同的經驗的背景之下 他可能可以給予很多不同的貢獻 但是他的形象是嚴重的問題 這裡不管是傅昆琦的炒股案 或者是李全教的會選案 當裡面有很多人 我比如說其實都是朋友 對我來說都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今天要講這些話 你心裡頭壓力大不大 心裡頭壓力大 好像就從此跟這些朋友 就再也說不上話了 可是這些人的形象真的好嗎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今天要問的問題 而這些人現在是要代表國民黨 然後去挑選國民黨下一代的政治人物 你認為這樣子的形象 他們的背書能夠讓選民覺得說 這個國民黨是一個值得放心的一個政黨嗎 李全教 我當然覺得私底下他是一個非常nice的人 如果他去做生意啊 各方面我都覺得他非常的棒 但問題是說呢 他的會選案其實就是一個板上定定的案子 已經是三審定宴 然後他也已經入獄服刑完了 是 服刑完了這件事情 我們就可以既往不救 但代表的是 你在政治上就從此不要擦足 這是我們的標準嘛 對不對 不然我們為什麼要去講 這個民進黨裡頭 也有很多其實都是根生人啊 今天他們在根生人的這種位置上面 然後在民進黨內吃香喝辣 那對我們來說 真正的問題是說 你就開始參與政治 我認為李全教已經不適合參與政治了 同樣的道理 傅崑奇更不能參與政治 他之前的炒股案 也不要忘了他具有什麼代表性 他在花蓮搞到一個忠貞的國民黨員的 花蓮縣議長 因為他而要退出國民黨 他能夠弄成這個樣子天怒人怨了 然後今天你要叫他去全台灣來選人嗎 我想問一下 前一陣子是誰在全省去串聯 希望能夠拱朱立倫出來選總統 是誰在後面背後這樣子的支持 不斷不斷的去串聯 如果是如此的話 今天你朱立倫還提出了這份名單 你不就背書他在地方上面 所放的這些話了嗎 所以我才說 這些這整份的名單 之所以會引起反彈 最大的一個原因是 從國民黨的形象來講 他是走一個嚴重的回頭路 回到1990年代的國民黨的黑金路線 我沒有看過更糟的一份名單了 你的名單裡頭 你可以包容各方面來的這樣子的一些人士 但是你提出了這麼多爭議性的人選 我必須說假設我今天 我是真名中的話 我立刻退出 我看到這份名單我還戴下去嗎 算不算同流合污呢 這裡面有一些人 譬如說像黃敏公 他人是一個好人 但他說穿了就是朱立倫的傳聲筒 就朱立倫想什麼他就負責講什麼話 那你說他有什麼代表性呢 只是因為他是一個聽話的人 所以我今天講這麼重的話是因為 如果不講這麼重的話 你不見得能夠把他們敲醒 不敲醒的話 倒楣的不是國民黨 倒楣是我們2024年的未來 所以今天跟私交都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就一定要把它放到一邊去 然後把它放到一邊去之後 去思考今天這個麥克風在這裡 然後希望我說的是什麼樣子的話 我總是要為這個國家說話吧 我總是要這個土地上面的前途去說話吧 你毀掉了國民黨的前途也就算了 你毀掉的是台灣的前途 所以今天這裡面的 我必須說 這裡面有些人的爭議事件 那更是多到不可勝舉 可是你是重用他們 你是高度的重用他們 這些人沒有什麼政治判斷力 這件事情在2016年的時候就已經證明了 他當時不願意去選總統 然後跑去選黨主席 為了就是不要讓大家 能夠提名他去選總統 後來洪秀柱出來之後你再換了柱 這整個從頭到尾就是他從頭到尾的 政治判斷嚴重錯誤 他說他寄取教訓 他說他寄取教訓 但你今天看到這份名單 我就必須說他的政治判斷率還是零分 而且因為你的零分 你現在正在帶國民黨走向一個 更是回頭路的黑金路 所以我今天早上是真的非常憤怒看到這一份名單 我工作非常非常的忙碌 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去做 然後我當時 我跟你講我第一次覺得 我第一次覺得 今天下午兩點鐘 我會上大新聞大報寡 我可以好好的來說一下 這份名單 我有多麼的憤怒 我不需要私下表達我的憤怒 我認為我就是要公開的表達憤怒 讓大家知道 我覺得其實每一個 如果你還疼惜國民黨的話 一人一通電話打爆國民黨 告訴國民黨 你們絕對不要這份名單 是 楓欣姐 這個我們像網友有說 過去感覺楓欣姐 其實都是很信任朱立倫的 跟朱立倫的這個交情也很好 可是你今天的這個憤怒 你會傳達給朱立倫嗎 我現在已經公開講了 我公開說出來 我有多麼的憤怒 電話都不用打就對了 對 沒錯 我也不想接電話 明天就見報了 明天就見報了對不對 直接就喊話 陳夢欣喊話朱立倫 就是一個毀滅國民黨的一個計畫 就對了 而且像波基他也說啊 朱主席真的很溫心 黑金定義他說了算 侯友宜的2024之路 得要看朱立倫臉色囉 然後網友還說 原來這個不是選策會 叫做更生保護會 網友其實也很酸 甚至是這件事情 不只是鳳欣姐很生氣 連向來都是好好做事 歲月靖好不代表太 對政治表達意見的侯友宜 他也PO了臉書囉 可見 警察做了這麼多年 他大概也看不下去 你看他就直接開頭就寫說 拒絕黑金在任何政黨出現 人民不會接受黑金 以任何的形式在線 國家人民的利益 永遠超過黨派 更沒有個人 黨政絕對不能因為黑金 影響國家的利益 本質如果不能親民 就會被人民所唾棄嘛 那當嫌正是這個 國際情勢風起雲勇 國家內需要清廉改革的重要時刻 任何政黨都不要再被黑金綁架 政黨所作所為 一定要符合人民的期待 黑金不能復辟 黨要藉之勝之重新思考 以正確的態度走出對的路 好那針對這個侯友宜的這篇貼文 難得 難得侯友宜 對政治發表這個談話了 那我問一下亮哥 亮哥你覺得侯友宜是真的坐不住了 還是侯友宜是擔心跟著輪 大概就切了這樣子 如果這個委員會成立 那侯友宜未來的提名之路 可能會倍感艱辛吧 這個名單坦白講 一出來我就覺得 哎呦 這個朱立倫就是覺得 要跟賴清德這個 用反方向來走這樣 就是賴清德在處理 連那個更生人都不能選黨公子 得罪多少人 可是他贏得社會形象 那這個朱立倫給人家感覺就是說 這個組織比較重要 資源比較重要 社會形象不重要 派系 而且這個平均年齡高達68歲 也完全不管這個 這個好不容易 有一點點這個戰鬥人 這個40歲以下的這個崛起的氛圍 那完全沒有年輕化的代表 這個真的是難以理解 這個除了像鳳欣講的那種邏輯之外 因為我坦白講我沒會耳聞一些事 就他確實 各縣市在奔走 然後在說服 各縣市的重要的議會的代表 縣市長 還有黨內的代表 要他們表態支持朱主席 這確實已經醞釀好一陣子 那主要的炒盤人就是復婚期 這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嘛 那我也不是說這種工作不重要 那只是說這個因為這個 我知道昨天民進黨的人都非常高興 那綠媒也非常非常高興 我相信很多人 他們應該會高興好一陣子 這個因為這個名單已經正式公佈 真的要有一個新的程序要走 要更改 那至少要一個月 我認為至少要一個月 這個幾乎可以預期就是 國民黨已經註定未來一個月 一定是一個 兵雄戰衛的情況 其實會陷入一種亂局 那你去對比賴清德嘛 賴清德17號沒有人登記 他就確定 他就定於一尊了 對不對 那確定之後就是因為立委在初選嘛 所以各地紛紛掛出信賴台灣的看板 這幾乎已經是確定的事 所以未來這一個月至少我不敢講會有多長 至少四月 四月就是一路都是 就是綠媒一定是沒有立委又掛上信賴台灣的看板 一定都是這種新聞嘛 然後國民黨是你一句我一句 對 這個 這個我看巧欣昨天上朱凱翔的節目 當場又哭起來了 巧欣這音是委屈了 我實在是 那鍾沛君第一時間就跳出來寫臉書了 國民黨好像戰將都是女生耶奇怪 當然啦 對不對 現在你看 沈東欣也是女生耶 對啊 我也是女生啊 這個 沒有啦 我因為朱立倫從政演很久了 我跟朱立倫同年啦 我們生日只差幾天而已 真的喔 你也是雙子座的 你也是雙子座啊 我是巨蟹頭 他雙子嘛 那你差個十幾天 對 差十幾天 我絕對不相信朱立倫不知道這個名單 會引起了社會的衝擊啦 絕無可能 以他的聰明程度 那他就是鐵了心 認為這個就是他要的鞏固初選名單啦 我覺得不一定是他自己一定能成為總統候選人 可是至少可以鞏固他的立委 某些人的參選 某些人的參選 不然怎麼會提這樣的名單呢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可能很多支持者已經崩潰了 所以這個網絡的流量上面呢 大家可能已經 就是已經氣到都不想看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繼續討論下去 用把真話說出來 這個剛剛我們有網友說 朱立倫是不是失智了 那其實在四年前當時我一度懷疑 當時的那個國民黨的主席 吳敦一是不是有一點怪怪的 那還是說這個坐進國民黨主席的辦公室之後 是有什麼問題嗎 為什麼他們都會做出這種 從四年前到現在都有這麼離譜的一個決定 侯漢廷這個你怎麼看 新黨的市議員侯漢廷 因為畢竟這有黨事物 這不好過多的批評 但是還是稍微來分析一下 就是簡單這個選策會 他到底如果跟民進黨來做一些比較 有什麼樣的一些端倪 那當然第一個就是如果要抨擊說老人一定不會重要年輕人 這個倒是未必啦 這年紀不是問題 但主要是兩個 我看第一個是代表性 也就是說提名出來 就是這些人成為這個選策會的人 那他目前他的代表性為何 他代表了誰 他代表部分民意 還是他有部分的支持度 還是他具有豐富的選戰經驗 還是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比照 比如說民進黨上一次 提名縣市長 然後提名的這個選隊會的人員 是蔡英文 賴清德 蘇貞昌 柯建民 鄭文燦 然後這個陳其邁 林佳龍 林錫耀 洪耀福 對吧 那都是民進黨的大咖 都是縣市長 然後都是目前握有龐大資源 或者也都是到現在為止 還持續有在工作的人 對吧 那可是這些就是 你如果跟民進黨選策會來比較 你就發現好像大相徑庭 對吧 你如果真的是要針對明年的選舉 然後我們要請國民黨的重要人士 來擔任這個選策會的成員 你可以覺得這成員 好歹應該要有一些 現在的縣市長啊 或者是現在重要的民意代表啊 裡面沒有半個縣市長 對啊 這很奇怪啊 你好歹有地方租好吧 都是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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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都沒有縣任 對啊 那你說侯友宜尷尬 他避免求人兼裁判 那除了侯友宜之外還有別人啊 對吧 那盧市長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他 到底朱主席有沒有去溝通過 如果都沒溝通 那可能有問題 那如果是溝通過 大家不願意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因為在前兩年的時候發生很尷尬 也是因為國民黨公告了 朱立倫公告了 請侯友宜啊 盧秀燕啊 韓國瑜都在擔任這個成員 結果呢 三個人紛紛婉拒 好像沒有韓國瑜啦 記錯了 是另外一位地方主侯 黃敏慧 好另外一位 但是紛紛都婉拒 那當然這也是挺尷尬 可是至少當時提出說 邀請這些縣市長來擔任 這個成員 大家覺得是合情合理的嘛 是合情合理的 因為畢竟他是有名義代表性的 而且是握有行政資源 未來要輔選 或者要做什麼事情 或者說他對於在地人才的選拔 肯定是瞭解嘛 比如你問侯友宜說 請問一下新北市議員哪一些人 比較優秀未來有辦法能夠接新北的一些選區的立委 那侯友宜當然是心裡有數嘛 如果你問盧秀燕 那台中哪些人比較有機會 盧秀燕肯定也是心裡有數啊 所以那你問這些人 就是他們到底對於地方人才的了解 會不會有像我們前面所說的 或者呢是他們的能力跟經驗 有沒有像我們前面所說 民進黨的這些大咖來的強 這是可以要做比較 所以我質疑的第一個代表性可能不足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社會形象的部分嘛 尤其是大家都在說了就是你前面在打丘莉莉 結果自己跑出李全教 而且呢你還是在重用他 不是說他就跑去當社會人士啊什麼 當社會人士那我們不管嘛 就跟你把他當上一個 把他扶上了政治的檯面 當然就要接受到政治的檢驗 可是針對這件事情呢 國民黨的發言人啊 他是說因為已經服刑完畢 所以沒有問題 原話喔 所以你現在服刑完畢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憑什麼打皇城國啊 皇城國不會早就服刑完畢了嗎 那在選前罵了那麼多民進黨的黑金黑道 一大堆有的沒的 結果現在你們做的是一模一樣的事情啊 而且想完全跟賴清德背道而馳 一邊嚴正的跟黑金切割 一方面的繼續跟這個有前科的人士 勾勾敵 那到底社會形象孰優孰劣 這是看得非常清楚 那再來呢當然對於很多國民黨 這些年輕朋友來說 就會覺得非常的受傷難過啦 或什麼的 那歡迎呢他們可以加入新黨 好歡迎他們可以加入新黨 那但是額外一提 額外一提的是 我覺得呢在這件事情上 為什麼要笑 你看我們這個核心合理啊 新黨過去來 一向就是當國民黨不太靠譜的時候 然後大家覺得說 好歹還有一個新黨可以支持啊 如果是更有戰鬥力的話 民眾黨嘛 因為現在這兩年成立民眾黨 除了柯碧也高興得要運 所以呢這份名單出來之後呢 綠營很高興 但柯文哲也很高興 因為柯文哲你看 他就可以繼續講說 藍綠都是垃圾 塑造自己民眾黨 會選不分藍綠 那民眾黨自己才是清流 不過呢我還是要額外一提呢 我認為侯友宜市長 在這件事情上面的發言 這個當然他是以黨員的身份發言 可是呢 我覺得我也覺得很好奇 那難道 你沒有其他的身份 可以針對邱莉莉 或其他的民進黨 黑金事件發個言嗎 就是這種選擇性的發言呢 我認為 不太 我個人不太喜歡對吧 就國民黨出事了 然後呢你就炮口 然後呢這個民進黨出了那麼多事情 你就好好做事 這好像跟國民黨的支持者 希望的一個狀態 可能會不大一樣 就是比較不好聽的用詞 我不太好意思講 但是這樣子呢會 過於覺得 跟朱立倫的所謂精算師也是一樣 這也是一個在 也是在精算 但是算來算去 可能不見得對自己有好處 所以朱立倫號稱自己是精算師 那一定也知道 就是這個名單公告出來之後 那為什麼還要執意推行呢 不知道他到底是算到了什麼東西 那只能夠以紅樓夢的那句話 對不對 機關算盡 太聰明 反物料 親親信 是是是 這個漢庭呢 這個發言之後呢 我們現在有一個網友 他的這個標題就叫做 我不想努力了 他抖內進來 他說從我有投票權開始啊 我沒有投過國民黨以外的政黨 但這一次的國民黨真的讓人太失望了 你看看謝龍介 徐曉星 柯知恩 蘇清權 鍾佩軍都不勝數 不多加細數 各個都是站到身心疲憊 但是黨中央做了什麼 朱立倫就是一個無知無能 自私自利的人 我說話我負責 老人不是不好 是該讓年輕人交接了吧 請借凡小姐姐幫我說一下 這個我不想努力了 我幫你把話帶到了 你不要不想努力還是要努力一下好嗎 我們現在看能不能努力扭轉這個 國民黨這個很荒唐的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真的要問鳳馨姐了 說因為這件事情從昨天到今天 就是綠營笑翻了嘛 藍營傻呆了嘛 那就是傻眼貓咪了 朱立倫今天說 他剛剛跟侯友宜通過電話囉 兩個人共同的立場是一樣的 國民黨絕對堅定反黑金的立場 2024每位提出來的候選人都一定是 就是清清白白實實在在 那選測會的主要任務 主要任務是針對中南部的艱困選區 幫國民黨找尋人才 那選測會是要幫忙解決問題 不是要製造問題 所以各界的意見都會去新接受 但是現在顯然已經造成了 很大的一個問題了嘛 而且現在網友剛剛也講啦 信用界都哭了 說信用界拼了命的在打這個台南的這些 這些就是賴清德的台南經驗嘛對不對 結果你現在推了一個李全叫 你要信用界怎麼打下去 信用界還要玩嗎 所以朱立倫借通電話 跟侯友宜的接通電話 看了也讓人覺得很心酸 風興姐 這也是他們兩個人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兩個人通電話就是高來高去 然後絕對不會把內心的話說清楚 講明白 我想我在不同的場合裡頭 我都曾經說過就是 我認為朱立倫不信任侯友宜 侯友宜也不信任朱立倫 就是因為他們兩個人不斷的在 面對面講話的時候 從來不會剖出心底話 也不會把界線說清楚 然後就開始你一言我一語 然後胡亂去猜對方可能聽懂了我的話 然後之後出來講的話 跟實際上面通話的內容完全不搭嘎 我不客氣的說他們的內容就是如此 那侯友宜如何先放一邊 我覺得問題關鍵點在於 你國民黨人才濟濟 只剩下這些人 能夠挑選中南部的人才了嗎 沒有啊 只剩下了嗎 只剩下這些人了嗎 中南部還有很多優秀的縣市長 你不是號稱人才濟濟 就所有的選社會 其實只有兩個件事情 一個就是說我最有份量 這一群人最有份量 我一言九鼎 我出來講的話 立刻擺平下面的人發言 我就可以把各種不同的聲音擺平 這是過去選國民黨選社會的 基本的態度 因為一群有份量的人在那個地方 協調完了之後 底下的人不會再有意見 也沒有彈簧船的問題 不會有人反彈到 反彈的不得了 這是有份量的一個選社會的一個安排 另外一個安排就是 最有選戰經驗 當然對地方最為熟悉的 這兩個條件 這個名單通通不符合 通通不符合 你要從選戰經驗來講 這裡面有些人甚至於 沒打過選戰 對不對 你從選戰經驗來講 這裡面 絕大多數的人 都已經十幾年沒有打過選戰 還有人就一直都在部分區 對 所以你把這份名單看完了之後 你就會知道 他就選戰策略 尤其是最先進的 我們看到比如說2018年之後 其實所有的選戰都牽涉到了社群 對 那你在這方面 請問一下哪一個人有經驗 哪一個人成功過 哪一個人可以跟對方來戰 哪一個 一個都沒有 他們恐怕對於 要怎麼去 在這一些社群媒體上面 找到真正優秀的人 都變得很困難 所以 你要不就是不夠有分量 要不就是 沒有足夠的選戰經驗 那 什麼都沒有 只有爭議 請問一下這件事情 怎麼叫做 解決問題 而不是製造問題 他本來就已經製造了問題 我必須說 如果我是李全教 我立刻請辭 我瘋了嗎 我本來做生意做得好好的 地方上的人也都很愛我 因為他講話其實真的是 還蠻有趣的一個人 就突然之間 我現在變成政治人物之後 所有人都說我是黑金了 何必呢 躺這一躺渾水之後 對你自己有什麼好處 一點好處都沒有 而且臭民會一直持續下距 對 就一直跟隨著你 那這裡面 所以 我不知道朱立倫 跟侯友宜通的電話裡頭 實際的內容是什麼 但根據我的經驗那個內容 我不覺得 跟他出來講的話是一致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轉述 都是沒有意義的話 那朱立倫 這件事情 就已經做到 遭到極點了 至於侯友宜 我認為侯友宜這個時候 必須要想清楚 就 你不可能 進了廚房 你就不要再想說 不要碰油煙 也不要怕熱 你該做什麼 你就先想 你一天到晚再講說 全民的利益最重要 好好做事情 然後好好的去為全民來謀福利 每一個人在每一個位置上面 都有他重要的一些工作 你該扮演什麼角色 如果今天你定位你自己 就是一個新北市市長 那你就做你新北市長的事情 如果你清楚的知道 你將會代表國民黨出來 參選總統的話 就請你做一個領導人的樣子 我跟侯友宜是真的不熟 我實在真的沒有辦法判斷 侯友宜會做什麼樣子的決定 但是我認為 他應該要重新思考 自己的定位 該做領導人 就是要往前勇往直前 告訴大家說 今天他希望的國民黨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國民黨 所以他應該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些事情 不應該再搞到說什麼 許巧欣跟鍾佩軍 他們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今天我要跳出來講的 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巧欣也好 佩軍也好 他們終究自己本身也是候選人 就他們也要參選 所以他們也有求援的問題 那今天他們的反彈 可能會被外界賦予各式各樣的 不同的政治的這樣子的想像 我們沒有任何政治上面的一些思考 對我來說 政治跟我早就已經不是一個 就是我 對我來說 我本來就不是一個想要參與政治的人 今天我在評論政治 只有一個目的 我希望台灣好 而且我相信台灣好 這件事情 國民黨必須要好 可是到目前為止 國民黨不好 我不認為台灣會因此好 所以我必須要大力的批判他 這跟裡面的 任何人的私交都沒有關係 是 現在有一個網友應該是從國外 大概從美國 他說朱立倫 這個 憑他的運氣贏得了一些選戰 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平實力的話 他是慢慢在輸掉的 抖內進來 這個有網友抖內進來是這樣講的 他是用美金抖內的 所以我猜是在國外 那剛剛封印姐講的這個問題 我們先不講侯友誼 那朱立倫既然說 這個接下來這個選策會是要幫忙的 封印姐你評估喔 你覺得朱立倫有可能 有可能把這份名單 重新做一個調整嗎 有這個機會嗎 還是朱立倫打算就是 敵死到底就是要這樣子玩 就看反彈力量有多大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說 大家一人一通電話 打到國民黨中央 這個事情我認為 我們等一下麻煩製作單位 公布一下國民黨的電話 這件事情確實是會有影響的 另外就是 這些立法委員自己要反彈 因為當他是被這樣子的名單 選出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他到地方上也就不用選 所以重點就是那個反彈力量有多大 朱立倫是一個會在壓力下屈服的人 這點我相信 好 那我就講到這樣 不過他這個中常會已經通過了嘛 對啊 所以他一定要用 國民黨應該叫中央委員會吧 才能夠推翻吧 可是 他可以在下個禮拜再重新 對啊 重新選一 可以 統一在意是不是 可以在意 沒錯 他只要安排在意就好 所以還是中常會 才能夠在意 他們的中常會永遠都會推翻自己 上一支中常會的意見 從四年前的選舉就知道了 有沒有榮譽主席 而且最好就是在下禮拜之間 對 所以就看朱立倫有沒有這個破例了 那接下來我們也要看到就是 其實侯友宜 你先撇開就是朱立倫跟國民黨 侯友宜他本身呢 確實也是 就是扭扭捏捏拖拖拉拉到現在 真的把他的民調拖下來了 我們來看兩個民調 首先第一個是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 是游英倫老師這邊做的一個民調說 問題叫做侯友宜剛選完新北市長 又馬上要投入參選總統 並不適合請問你同不同意 同意的有54.3% 不同意的是32.8% 沒有意見的 不知道的就比較少了 所以等於是有五成以上的同意者 是認為侯友宜剛選完新北市長 不適合選總統 而且這當中呢 也有大概五成的新北市民 認為是不適合的 所以游英倫就說了 這個是侯友宜當前不可忽視 必須嚴肅面對的一個問題 如果他決定參選2024的總統 將要面對參選正當性不足的一個質疑 如何有效的說服選民 將不是一個容易的問題 像民進黨也說啦 你看你現在藍營 好我把他按回來了我會的 好那個藍營選策會 爭議多 侯友宜你更應該要趕快出來 清楚的表態 另外一個是吳子佳的民調 這個是正傳媒的民調 如果是撒喀都的情況 賴清德39.3% 侯友宜27.8% 柯P有18.2% 如果是藍綠對決 賴清德44.4% 侯友宜40.2% 兩個是有差的喔 但是呢 同一個民調機構在2月底做的時候 當時呢 侯友宜是贏賴清德 大概是6個百分點 但現在反而輸了4個百分點 等於不到一個 大概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侯友宜掉了10% 所以這個 亮哥你怎麼看 侯友宜的這個民調數字 確實被他的 好好做事 一路的這樣子往下推 感覺這個 如果他沒有一個積極的態度的話 國民黨 像吳子佳就是說 國民黨2024這一局 恐怕要宣告失敗 對 因為我最近看盖洛普 跟這個正傳媒的民調 賴清德都明顯贏過侯友宜啊 這個是前所未見 對 因為即使在 藍頭選投票前一天 3月3號做民調 侯友宜在T台的民調 還贏2個百分點 可是最近就是大幅落後 還輸10幾個百分點 當然我認為輸10幾個百分點 真的有點誇張 可是明顯拉開 我認為是事實 我的感覺 因為我是民進黨出身的 藍營的選民真的 已經受夠了連續兩次總統大選的 那種挫敗的經驗 就是尤其是 從韓國瑜那一次 就是明明有贏的機會搞成這樣 那這一次又是這樣 都是在地方選舉大勝 那就是國民黨就 我不知道為什麼高層很容易這樣 就是大勝之後就很容易 開始陷入得意忘形的狀態 然後他的選民就會陷入焦躁 心煩 因為國民黨的選民 沒有像民進黨那麼強烈的 意識形態在支撐 而且民進黨你也知道 他長期以來就是 白手起家的候選人居多 中下階層的選民也居多 那國民黨不是啊 國民黨的選民是 這個很有自己的意見 所以在這種黨內 這個分裂不同意見 好像難以整合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亂掉 很容易亂掉 很多人就不想投票 然後就會去郊遊了 去郊遊了 對 或者就覺得 欸怎麼又搞成這樣啦 很煩啊 從之前的含淚投票 到現在含淚出去玩 真的是這樣 就會變成這樣子 而且目前 因為民進黨現在整軍 那個速度會非常快 因為民進黨5月就要初選 人家時間表都很確定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